SafeX 香港动漫720 Hello各位我是童话动画及试国大学教育的马sir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HKDI腐败的动画教育 今天和大家回忆到2007年 我在学校接了一个project 就是在做2007年的亚洲游戏 当时何韵斯、郑秀文有一首MTV叫做剑雪 我负责其中有些visual effect的部分 回想回到当年在学校里 我的上司Terence Wong已经升职了 他就找了他的得力助手 许家文做当时观塘Ivy的动画课程的course leader 许家文有个花名 卡门区的花名叫做金鱼 金鱼是什么意思呢? 金鱼只有三秒几亿而已 这样觉得三秒几亿的人其实做什么都做不成 在观塘Ivy如果UnderTerence Wong的同事要升职 很简单的 你一旦就拆鞋 一旦就完全服从 不要任何say no 任何事有都say yes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我不是这些人 我是据你力争的 事就说事 不是就说不是 所以我这些人一世都升不了职了 当时的course leader 就是升了许家文 animation team的course leader 有一天这个course leader跟我说 他就说有个project 就是这个何韵詩、鄭秀文的一个MTV 就问我们做不做 那我说都ok 第一就是我又喜欢做这些consultancy project 只是教书很快会继续退步的 那继续做业界的project 可以磨你自己把刀 那我就觉得ok的 那些consultancy的forms 就是由Carmen去写 他就写了由我去做visual effect 那部份 另外这个project 要做colour grading 就由他自己负责 另外还请那些student helper 帮忙做其他的东西 那份forms 我就没有见过 分钱分多少 其实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我分那部份是有多少 去现场跟 现场跟的时候 我就带上三四个学生 去现场参观 其实带学生去现场看 都是等他有一些经验 那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都要预先准备很多东西 譬如 预先要准备和导演去谈 譬如我们的visual effect 要怎样做 不是现场才谈的 是之前要谈好 那我们谈了现场的什么 visual effect 我们要拍 怎样拍 要准备些什么 那我们去到就容易点去看 那我一早就和那边 那对crew的一些PA 就说了 导演的concept就是 里面有visual effect shot 有一个玻璃的城市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有些立方体组成的城市 主角就有 几十个何韵司 几十个郑秀文 在那些立方体里面 跳舞的 那有个idea 我们就画了些storyboard 就和导演讲 喂 现场我们就需要 你起码有三支cam 影响 他们不同角度 起码有正面 背脊 和側面 那我们才可以做到合成 不然我们就没有足够data 就做合成 但是去到现场的时候 那PA就和我们说 没有准备到 那不知道 就走了 那我们就唯有自己去拍照 当然 现场不会有 有何韵司和郑秀文在那儿 给我们这样去拍照 做一些reference 现场有个替身的 那替身其实在拍片的时候 灯光组 cameraman 他们要设计 设计 设计camera的角度 就是要有个替身 站在那儿去试灯位 去试 camer angle 那他可能一站 又要站过两个小时 然后去试位 当时那个替身 就给我们拍照 扮一个wide shot的郑秀文 那我们就拍不同角度 那现场我们拍完这些reference之后 那我们后期就做合成 在3D里面 就设计了一个立方体的城市 做合成 加了很多个 郑秀文和何韵司在里面 那可以看一看一些试片 看完试片 就可以看到divisual effect 大约是当时的test 给导演的test是什么样 final version 就可能大家上网搜寻 去试一下 何韵司 郑秀文的剑说 因为copy write 问题 我不可以把那条MV 放在我的youtube channel里面 那我做完这些reference之后 会和导演去谈 一直有email 有电话沟通 有电话沟通 导演有什么要求 我尽量满足他 现场我看身的衣服 其实就比较污染的 那后来导演说 那衣服有点问题 不过撿撿行不行 那我都要follow retouch 去慢慢撿好看 那如此类推 那一来一回之后 导演都觉得 OK 没问题 做到我要的效果 接着一直跟导演的沟通是很良好的 那也交了照片给导演 导演说OK 没问题 马sir 多谢 麻烦 那便结束了 那后来我就问 Corsita 进度如何 因为Corsita 当时在Grundon Ivy的座位 我们在starfoam里面 那我们这些panel很矮 刚刚很遮 就是坐在这里的时候 就遮了 刚刚很遮头 一站身 基本上就看到旁边的位 那我就坐在这个位 就是Corsita 就坐在我旁边 正旁边 所以我们讲电话 或者根本上就会听 没什么私隐 当时我就问 这个project是怎样的 搞成怎样的 收钱了没有 那他就Corsita 突然之后就骂我了 他就说 你呀 那些东西做得很差 导演说那些东西不行 现在不给钱了 蛤? 我就拖头了 和我也扯火了 大哥 你什么语气 什么态度 就是 你不要以为你Corsita 都大了才行 你出名叫金鱼 大家都知道你 有多废 也无能的 那你骂完我之后 我当然是 我又不可以立刻拼你 那你告诉我 导演刺我 说我的东西不行 不给钱 那我当然是 要找到什么一回事 那我就要打给导演 那我继续跟导演有 有沟通的 那我打给导演去问 打给导演 我就好声 可以这样跟他说 导演怎样的 我是Navin Sir 上次我做给你一个shot 你说OK 没问题的 现在好像我听同事说 有些意见 有哪些问题 我帮你fix回去 哪里 你想修改哪里 我尽量帮你 那边导演就说 当然不是 Navin Sir 你的东西是OK 没问题收货 一早就告诉你 是搞定的 问题是 你的同事 他 打电话给他 又不听 做事又做不到 说output也不懂 怎么做事的 我现在整个project 要再outsource 给第二间公司去做 你那里我一定会付钱的 你那里做得好 我一定会付钱 但其他我是不会付的 之后就听到这个消息 那我就很诧异 大哥 一开始是你说想跟这个project 你又要负责做color grading那部分 你又叫学校买了一个panel 叫做color的panel 就负责做color grading 都几十万的 那你又上课 教这个hardware 教别人做怎样做调色 那原来你是 你是废到连一条影片 input了进来 怎样output都不懂 那 你难怪别人会生气 是不是 还有我跟Carmen虚说完之后 他还骂 我不用上课 上课我怎么听电话 上课我就是不听电话 我忙的 大哥 你忙你就不要接这个job 回来 其实我们对客 其实有时候 不可以这样的 有时候你自己 你自己堵臭你的事 你不要搞到我才行 那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 别人现在就勉强你 有问题 就是我那部分 客户说会给钱的 是你那里 客户不会给钱 那你快点设置回去 就是他 他刚才摆明 就是想冤我吃死猫 那project 我又知道 应该还有一个studenthelper 那studenthelper 是一些之前的 官堂阿菲毕业生来的 那我也知道 那个学生叫什么名字 譬如我叫他做A 那A 他也是一个 很有交代的男仔 就是一个男仔已经在做东西 是有交代的 技术也不错的 那我听到他打电话 就找A 接着我听到他骂个学生 他就骂 喂 你的东西一塌糊涂 不可以 因为导演说 你的东西不可以 不会给你钱 接着就结束了 那真是 好扑街 就是自己 自己 接着个job 你又不跟 那个导演摆明就是说 你不行 然后呢 你就屈这死猫给我 那我就跟导演谈完之后 找我 不关我事 我就铲爆他 那他屈我不了 就屈个学生 那于是乎 这个project之后 就不料了之完了 那就是 这个又是告诉大家 其实有很多很无赖的同事 自己一塌糊涂 不知所谓 就将自己的过失 屈那些同事 屈那些学生 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在观塘Ivy 即是任教的一些经历 还有很多故事分享 下集继续 快点click下面条链 报名出席 我们的免费收生广座 我们的文憑课程 已经获得资力架构认证 亦都入选持续 进修基金资助课程名单